你 都头 你家嫂子最近越发漂亮了 你大哥吃不吃得消啊 哥哥以前常嘱咐你 遇事则人 不要因为当上的都头 就成了一时之勇 没有 毒头 毒头 雷嫂 我跟你战略点山 毒头 我哥哥是冤枉的 不如再说 五都头 五都头 这不是五都头啊 这人怎么有空啊 我给您备茶去啊 您等着 我家嫂嫂来这儿坐身 我不是老了吗 我让金莲给我坐这儿受医 五都头 五都头 你这是坐身的 五都头 谁啊 你给我走开 他们的 你小子到底是谁 到底是哪家的棺柴 不知道老子是谁啊 你脑袋上猪拱了 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他是京城高家的人 本线见了他也得礼让三分哪 你还去抓人家的奸 自己闯了祸 还要连累我 人家现在点了名了不想再见到你 再见你 连我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你明天去趟金莲 去给我松塘东西 在高公寺离开清河县之前 不准回来 金莲 那岂不是会很远 就是要你去个一年半载 来 是 我不去 不去也要去 忧不得你 自己拿 自己拿 好了好了 给 回报家 好了 不跟哥闹了 走嘞 回家喽 我弟弟真乖 你说咱们兄弟俩 平平安安的过安生日子 怎么就那么难呢 哥 什么都别说了 平平安安的回来 平平安安的回来